哈囉,我是方勝堂 今天我們在台北的一個山丘上面 景色不錯 但是,我們待會要討論維也納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在維也納 就讀建築所的台灣留學生 我們讓他來跟我們分享 他這幾年來在維也納所學的建築中 所感受到的,所體驗到的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建築的思潮 待會我們就來有請這位 我們修設計器一定要所謂設計牆 就是設計牆是不是有分很多類型的設計 我現在覺得是 當時在大學的時候 大家可能對設計還不夠成熟 所以不知道要從哪個方向去做切入 因為做設計其實我們有很多個方向去走 雖然他最後最後是一個整合性的一個步驟 例如說,你可以從你造型的異鄉上的概念去做 你也可以做使用者的分析 去探討說為什麼這些人需要這樣子的空間 那怎麼樣的空間感受是可以滿足他們的 甚至是你可以談論說材料以及結構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大學的時候會有個框架就覺得我們要選 我們要做一個造型獨特的東西 這樣子才夠展示出我們的這個設計才華 其實不見得 我們大學的時候有些人覺得自己設計不好 是因為他對於他覺得自己沒有想像空間 沒有天馬行空的能力 所以他們否定了自己設計 然後表現好都是那些很會天馬行空 鳳王做得很厲害的人 但是當你到這個是D Level的設計學習 但當你到High Level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設計它是範疇更廣的 就是設計它不只是一個縫而已 因為我覺得設計其實它 它其實就是最後的一個整合 你環環相扣 有時候你說設計做得好的同學 其實他早就了解那些 他可能比你更清楚你要怎麼樣做切入做解釋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設計是需要有人指點 告訴你說 其實你可以從這一塊角度切入 你並不一定要最後只從造型上面做切入點 所以剛開始設計的時候 你很灰心的時候 你可能不一定是要灰心而放棄的 但是你就是需要有個引導的人 你覺得遇到這樣一個引導的機會是 可遇不可求啊 還是說外國會比較包容這樣的一個引導 多一點這樣引導的機會 還是其實沒有差 我覺得沒有差耶 但是有時候因為 你如果說課程上的豐富度 然後你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東西的話 其實確實是有幫助的